Hello 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QP Hello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QP 說回之前 類似的情況都是有的 例如M9 時推出過M9 接著推出了M9P M9P亦跟這個類似 沒有Logo 更加低調 接著是M240 240之後推出了一個改良版 叫做MP240 現在連Q也有類似的版本 這個是Leica QP 不同的地方是甚麼呢 不同的地方是沒有Logo 你看到這部是普通版的Leica Q 有一個紅色Logo 這個QP就更加低調 沒有紅色Logo 接著就是機頂部分 機頂部分 沒有 這裡看到是有黑字寫著Leica 這只是寫Leica Q 而背部部分 普通版有寫著Leica Camera Wessler Germany 而這個Leica QP是沒有的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次的QP 是用了啞黑色的 這個啞黑色有甚麼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是更加低調 以及有性格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因為它沒有之前的版本 那麼滑身 鑽在手的時候 是更加穩 更加穩 還有一件事就是 鏡頭部分 你會看到普通版 它是用了黃色字 寫著28 以及這個距離 這個是黃色的距離 而這部Leica QP 就是用了紅色字 這個米數是用了紅色字 以及鏡頭28 也是用了紅色字 這個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這次就同場加演 這個是Leica Q的Kaki 這部Kaki 全球限量只有495部 就是適合你去野外 行山 這個顏色就適合戶外的使用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記得分享出去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訂閱